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毫不意外 赛场已经跑完半城的《这就是街舞》第三季 绝对是今年夏天当之无愧的逆风翻盘综艺的最佳案例 全换血的导师阵容 综艺三臂衰的魔咒等等 各种不劣的因素都被这个原本不被人看好 甚至是忧心忡忡的综艺一一打破了 8月最后一个周六的《这街三》走到了四个战队的首次正面battle 每个战队也与自己的亮点纷纷登上了热搜 尤其是小以白是废的王一博队长 不管是全新疾走的holobank 还是托举后养时的俏皮土舌加上性感锁猴 还是尸身连续凶阵都是在线杀人 完全看不出来是带伤上阵 以86%的邀请队员成功率激起了一波王炸的王一博队长 在前期的节目中呢也是拿下了不容小叙的热搜数量 为什么王一博那么容易吸睛呢 斜杠身份一主持人 追根溯源永远是科研最关键和最核心的一步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王一博的百度百科 王一博1997年8月5号 嗯对跟唐博士同一天生日 出生于河南洛阳 2014年通过中韩组合UNIQ正式出道 是组合内的舞蹈和rap当当 很多人第一次认识王一博呢 也是因为他的第一个斜杠身份主持人 那是2016年湖南卫视的长青节目天天向上开始革新 邀请了17位天天小兄弟作为新晋主持团进行选拔 王一博从中顺利脱颖而出成为正式的天天兄弟 几乎每个和他合作的女演员都吐槽过他 承销甚至是评价王一博是当代唐僧 说和他合作过好几次了 但是合作过程当中几乎一句话都没有说过 则到王一博旁边都感觉到空气下降了20度 这就是王一博的性格 这个性格呢也正如黄子涛所说的 其实是一种不争不抢 他虽然寡言少语 但是每次在美食环节从头吃到尾的模样 也是搞笑而不自知的 不需要刻意的营造 就能够为天天向上带来出色的节目效果 同时王一博非常多才多艺 技能数十分之凡夜貌 无论哥哥们向他投掷出什么任务 他都能够完成得十分出色 特别是与运动游戏相关的 基本上王一博每次上场 都能够为天天向上狠狠地长一波脸 每个他新接触的运动或者是游戏 都会有专业人士出面肯定他的天赋 王一博似乎什么运动都会玩 什么运动都玩得好 当然了什么运动都做得好的最大优点是 就像在媒体直接调侃王一博 是上台去看天天向上的吗 还有工资零的时候 他毫不尴尬地笑着回答说 我也跳跳舞啊 我办舞的钱我也拿了呀 王一博就是这样一个话少耿直的人 他的耿直呢 也经常为节目带来与众不同 效果也十分不错的笑点 回答问题的时候 你也常常创造出了娱乐圈经典的采访画面 比如说在当下粉丝经济盛行的娱乐圈 王一博会直接的说 他对于粉丝态度是不宠 媒体问他 如果让你把漏膏送给粉丝可以吗 王一博反问 为什么 当粉丝质疑他在机场的帽子迭代式 自创的穿搭方式 王一博澄清了这是hiphop嘻哈文化之后呢 紧接着就说出了经典名言 说是你们不懂 无语 粉丝问他上了热搜的玫瑰眼妆 王一博反问 那是化妆师的事 为什么我要管啊 在这街三当中 面对女舞者的放电 他却是视若无睹的说了句 你要补一下妆 瞬间带来了第一期的热搜 诸如此类的有趣事例 数不胜数 哎呀真的是个铁憨憨啊 在王一博的主持人身份之上 我们能够看到他本身的性格 也能够看到他性格带来的双美影响 但每个人的性格不都是一把双刃剑吗 完美往往才是一种人设 才虚假吧 斜杠身份二 舞者 虽然有了男团偶像和主持人的身份 但是王一博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出圈呢 是2018年 他第一次以舞蹈导师的身份 出现在了创造101当中 是他的舞者身份 和这街三开播前面临的担忧一样 人们一开始对王一博 在创造101的舞蹈身份 也是颇有微词的 甚至说他在娱乐圈当中的存在感是 查无此人 当王一博的导师开场舞一播出呀 所有人对他的质疑都随之消散 他示范的创造101主题曲 女团舞蹈 不仅是节目的一大经典 王一博跳舞的这个话题 迅速登上了微博热搜 开播当天 王一博的微博粉丝量 也是蹭过了50万 这个舞蹈呢 也是他在一个小时内自学 学会的舞蹈实力 不用质疑 如果说创造101 让人们认证了 王一博会跳舞这件事 这就是街舞 第一期就让人们真正意识到 王一博不仅是会 他还非常的懂 甚至有街舞自媒体说 他不是会跳舞的艺人 而是当艺人的舞者 面对街舞圈的宴内大神 他不仅认识 还能够做出别人的招牌动作 喜爱之情异于言表 也侧面反映了 他对街舞的钻研 这节三当中 王一博被问到 为什么开始学习街舞 王一博说 我喜欢 斜杠身份三 赛车手 正如杜华说 王一博成功的背后 是执着和热爱 在舞者王一博的身上呢 我们能看到一个人 对自己的梦想和热爱的执着 除了跳舞 王一博还有一个 众所皆知的梦想 就是成为一名赛车手 自从2016年11月份 爱上了摩托车之后 王一博便一发不可收拾 不仅在家里 收藏了一堆头盔 日常就是晒头盔 发赛事 甚至连粉丝名字 都叫做亚马哈 2017年年初 王一博仅有了四个月时间 就考到了摩托车驾照 2019年 他加入到了 万里达亚马哈的 签约职业赛车手 王一博曾经说呀 其实我并不是像大家 所看到的那么的高冷 我只是比较慢热 在熟悉的人面前 我其实挺开朗的 但关于他的开朗 最有力的佐证呢 就是这位向来以话少认生 在媒体当中 被列为最难采访的 男明星之一的王一博 只要是他热爱的 他能够瞬间撕掉 当代唐僧的标签 他跟舞者在一起 就会开启画牢模式 滔滔不绝 越讲越兴奋 王一博摩托梦的 引路人好友 影镇 还这么描述过王一博 一博给我的概念呢 是一个话不多 很腼腆的男孩子 谁知道啊 他跨在摩托车上面 就变身了 斜杠身份四 演员 王一博自己呢 也从来都是个 吃虎奈牢的性子 无论掉多少次的威亚 都会任劳任怨 甚至还说自己挺喜欢的 自从2016年 在梦想合伙人当中 王一博与姚晨 谈恋爱的演技学霸 赵书宇一角首度触电 还把自己的荧幕出文 献给了姚晨之后 王一博就正式开启了 第四个斜杠身份 演员 王一博说演戏的过程 好像是看见 自己被放大的另外一面 在演员的这个身份上 他也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 拍摄《大话西游》 终结片的时候 王一博就因为 敬业精神和地调谦虚的态度 被导演刘正伟夸赞 向年轻时候的梁朝伟 2017年参演第一部电视剧 《人间志位是清欢》的时候 王一博也得到了男主角 从大为前辈的高度肯定 因为不是科班出身 没有接受过专业表演 培训的他 比任何人都知道自己的欠缺 他会自己去琢磨 自己喜欢的演员 如梁朝伟和西斯莱杰的表演 对着镜子去模仿 在拍戏的时候 他也会有空 就会揣摩角色的语气和习惯 尽力的更加贴近角色 斜杠身份5 板仔 在媒体问杜华 王一博是不是一夜爆红的时候 杜华斩钉截腿的回答 不是 他身上有那种劲儿 就是特别的执着 这种执着不只表现在 王一博对梦想的追逐 更表现在他对每份工作 和每一个斜杠身份的认真和努力 除了演员王一博参加的 滑板推广真人秀极限青春 也是因为第一期到最后一期的巨大蛻变 迎来了板圈老帕 对王一博这个滑板小白的360度大改观 因为从接触滑板之后 王一博就变成了一个滑板不离身的人 随时随地的去锻炼着自己的滑板技术 甚至在媒体问他 如果说有一天会因为一条智慧新闻出名的话 他希望会是什么标题 他说 王一博参加奥运会滑板项目 就像是大张伟曾经问王一博 一博活成了大部分人艺人想要的样子 是什么样子呢 王一博就很直白的回答 就是有好有坏 但是自己还是自己 斜杠王一博让人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人 因为他自己的特性 所拥有的和所获得的一切 颜值就变成了最不起眼的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球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